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演 导演 诱导演员 情细 实在不行 老公就做一做什么的 反正就专门做这个工作 让你催奶的 这个是个很火的行业 真的真的 这个家家催奶服就想到催奶服 你继续说潘彩服怎么样 我说潘彩服 他写一个东西说 说李少宏拍《红楼梦》 说实际有些地方他自己也有难言之隐 他说这个难言之隐在哪 潘彩服就说 为什么这个里边洪学家是干什么的 说因为拍《红楼梦》这么个联系剧 是很盛大的事 是很重大的事 多年审批 怎么才能批准你拍这么一个《红楼梦》 然后说 为什么老说红学家 说是导演说了算 还是红学家说了算 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为什么觉得像是阴谋论 因为我简直难以相信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说李少宏就讲 说为什么会有那种 就走着走着路 进那个大 如同鬼魅 一下变成快动作了 快进 这个我也不习惯 原来有人说 这个是李少宏导演 他这个氛围大于情节 就是就搞 就像形势大于内容一样 对你追求这个气氛 但你看 这个判惨 他就说的这个 他说 注意没有 有一次李少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说我们只有50级的篇幅 为什么用快动作了呢 就是有一个东西 有一场戏 红学家说 必须都有这个铺垫 但是你要全有呢 那50级篇幅有限 我说难道怎么着 难道是因为这个 就把这个动作 然后快进 这不是阴谋论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有可能的 这太荒谬了 只是效果不太好 他还加的很特别 我还注意留心了一下 他在那个快进的时候 他跟着节拍 跟着个音乐 就把那个快进的东西合理化 在节奏上调节化 我是看的不大习惯 但是我也相信是 尤其是前两集 因为他前两集 他说要交代的事情很多 但是又要保证 待遇在第一场就出来 又要第二场 又要进一些主要的戏 又不能铺垫太长 所以呢 快动作特别多 快进 到了后来 葬花那些段落呢 他不来 他不快了 但这个不也太荒谬了吧 从任何角度来看 一个影视作品 用这样的方法来拿铺垫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那干嘛不60级呢 对不对 或者省了那个铺垫 用别的方法代替 大家都在痛恨 咱们枪尖三人行 公司给的时间太短 照这意思 咱本来可以痛快聊一个小时 对吧 最后一块 快进 快进 你看我就觉得 你看很多事啊 我觉得这不是阴谋论 我觉得这是合理推断 好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 最近另一件事 还有一个你想不到的原因 这个河南 当然我对河南是很充满敬意的 对吧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出了一些事情 跟我们亲爱的河南省有关 你对哪里不充满敬意 我对主观充满敬意 对 疲虫 对吧 包括很多新闻 负面新闻 你知道吗 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解读 但是你去一看微博 就有一种阴谋论 这还是新闻界的行家离手 说为什么 曹操牧 曹操牧那个牧志明 不是找不着吗 网上有人写出来了 说是挖掘我牧者 必长期负面报道缠身 不是 我跟你说 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 有一个老记者说了 这是有道理的 这是有道理 这还是有道理 你知道 因为曹操牧 最近这一两个月 大批的记者就在那 但是报社他有出差成本的 你知道吗 曹操牧这事总闹个没完没了 这些记者闲着没事干 这是真事 这个老总 老总出于成本计 不让记者空手而归 就说你们在附近 找点新闻选题 就是这样 一下子找出来了很多 比如说什么逃亡的市委副书记 腰死人的皮虫 你看我这吐沫星 你看你兴奋的 你该不会是有皮虫 皮虫吐沫星 我说这叫口墨横飞 这些新闻是因为曹操牧的附带 就说这个记者在那待着也闲着没 不是就说很长时间出差买张机票也是钱 报社要有成本 曹操牧的真假暂时采访不会来 你采访点河南省别的新闻 这么着 一下子河南最近出来了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任何一个地方你蹲久了 都会挖掘出新闻 对啊 那如果照这个讲法的话 那他应该到了全国各地都能找到这种皮虫病吧 不光确实啊 不光是河南有啊 对皮虫是我们知道 我们日常生活天天都有 但没有那么大危害 天天都有吗 皮虫是很常见的东西 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字 你不知道 皮虫是很小的吗 我开始一直就念那个 肥虫啊 蛮虫啊 很多日常生活 我们天天都有可能遭遇到 很多这种东西 哎 你见过什么样吗 你见过他怎么咬人吗 我给你看照片 网上这有人都发布出来了 皮虫跟蚊子 这个不完全不不一个路数 咱们导演给看看 你知道没有 没有吸血的时候 就是豆子大小 他咬你的时候 连脑袋都钻进肉里 看见没有 只有个厚屁股 剩在你皮肤外头 然后呢 他这个前头带着倒钩的 如果咬到你皮肤里 你不能拔他 你拔你只是拔出后半身呢 脑袋在里头呢 你这得拿什么酒精啊 或者点酒啊 慢慢擦他的屁股 擦着他呀 这个兴奋了 哗哗哗哗 他自个儿推出来 你知不知道 这家伙他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是吧 这个说啊 他要什么不带病菌的时候 也没听说怎么着 但是这次呢 卫生部发下来的 这个教育鬼都奇怪的名 叫什么粒细胞无形体病 你听说过吗 就无形无相 无形体病 那么在河南的这个地方 一开始不是传出 就是当地也有为了维稳啊 说是什么开始没有报告 其实都死了人了 那么那么就是说 我就觉得确实挺邪乎 一开始普通医院 那你完全不知道 你哪知道想到他身上 想不到 有什么东西咬 当脑膜炎治 还有当精神病治的 因为有一个妇女啊 就抽风 就这种不停这么抽 23天抽了23天 说当脑膜炎治 当感冒治 当精神病治 最后就眼睁睁看着 这个人就就就死了 我想说的是啊 你刚刚讲这种阴谋论啊 其实不能说是第三世界国家 才流行阴谋论 美国也一样嘛 那以前甘乃迪之死 你想想看 有多少版本的阴谋论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美国人啊 对啊 那这个美国人说话太离谱了 说的好像只有我们国家 才有阴谋论 我们老美阴谋论才多呢 没错没错 要不然会有X档案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讲 你讲这件事啊 我觉得这种阴谋论的流行 大家就会有点恐慌 有点害怕 这我们都能够理解 但是我很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一回当地啊 一开始用维稳这样的理由 去压了这个消息啊 因为你从任何角度来看 呃 这个消息你越是公开 越是透明 越是让老百姓自己知道 该怎么要提防啊 或如何的话 它其实越有利于稳定 要不然这种恐慌啊 阴谋论往往来自哪里 阴谋论它都是口传的 基本上 对 都是口传的 或者是电邮啊 或者是单对单的一个传播 要抑制阴谋论 扩散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一个很公开的 开放信息 开放的一个信息 那这个阴谋论呢 就比较能够受到压抑 你仔细想想 它为什么要隐瞒 为什么说维稳呢 它是怕当地的人民 听到这个东西 社会秩序乱 恐慌啊 产生恐慌 这是一个原因 或者是它怕追究责任 这皮虫在这里多 你这个地方有什么原因 造成这个皮虫多 这个值得追求 这个好像不能 不能换一个理由 这个就不是 当然了 如果说这种郡在这个地方 那更不是它的责任了 是吧 这是天灾嘛 当然就说 是不是有这个瞒报 这个情节 我也是听那帮采访 曹操牧的记者 他们说的 这个东西 当地的官方 他也并没有承认说 我们瞒报嘛 对吗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嗯 咱们先去下广告吃 咱们先去下广告祝 肥巴 咱们先去下广告 零告其分 咱们再来 咱们先去下广告 无仅供旧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中共 解放军空降兵建军六十年来 已经由轻装散兵发展成装甲 直升机多兵种合成快速突袭力量 能够投入全疆域作战并突袭境外 据说两岸可能合见太平岛军事基地 作为光复南沙的不成航空母舰 上河军演以强大火力打击三股势力 关键在掌握敌情 黄金叶特约军情观察室 周三凤母皇位置中安台 但是我这次我看他这个皮虫 我就觉得你说怎么这么毒呢 突然有一种一种小东西 类似于抽虫一样的东西 突然间就变得这个毒性这么骤增 这是你的阴谋论是什么 不是我这么说 咱不聊中国 咱聊印度 你知道最近印度也出一事吗 印度出来一种超级病菌 是 最近印度外交部正抗议呢 不是卫生部正抗议呢 就是说因为英国柳叶刀嘛 那个著名医学杂志 把这种